本周日2月4日晚20点30分,在四川卫视穿越把播出过半之际,节目将特别迎来挥班进京京编回故片,送小宝画脸谱,妆容辣眼吓坏张国立,长远大秀歌喉,清唱说唱脸谱,张国立首演大反派,成史上最萌作山雕Halip,Halip好戏即将上线,精彩盘点一次看过影, 从东北F4到小品中的咖啡,美人鱼,宋小宝每次亮相的造型妆容,无不及众观众校学,本期,宋小宝初入戏班学画脸谱,大红唇,大黑牙,黑粗眉Halip,Halip,一张大花眼又一次惊世全场,连张国立都忍不住无脸憋笑,受不了,看到大家的反应,宋小宝才意识到自己的形象危机, 连连嘟囔要重画,怕影响在吃饭的观众,自知画迹不如人,宋小宝又心生遗迹,想详行搬回一城,便迫不及待唱起说唱脸谱,可没想到刚唱了三句就忘了词,分分钟垮掉,一起学画脸谱的其他人,也没逃得了被吐槽的命运, 长远的巨无霸版粗眉画风轻奇引发众人爆笑,被海陆调侃为是蜡笔小新,连一旁诗意的宋小宝都凑起热闹来,张国立健壮,立马打人场别看长远的脸谱没画好,但是他知道一首金歌,话刚落,长远接梗就唱蓝脸的到尔敦到玉玛, 红脸的关公战长沙Hellick,Hellick竟是有模有样,引人拍手较好,而一向不苟言笑的冯雷,粗狂作画直接把自个糊成白脸黑眼,对着镜子不忘打去自己是蝙蝠侠,自朝中带有几分蒙海,让人捧腹,宋小宝学猴戏,本色出演成猴经本经,班主张国立的quote即小蓝的quote,上线, 铁齿铜牙蛇战女富商,长远脚踩三寸金连鞋,挑战中国芭蕾首秀绝活枪功,更多精彩回顾还有哪些,本周日晚20点30分,次穿卫视穿越吧,经编片一起看个够,专制不开心。